各位同学大家早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这个第五章 跟各位介绍的是在弹性力学里面 有关能量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在第一节是跟各位介绍一些名词 以及所谓的superposition定理 以及用到那个superposition定理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最主要是它只适用于在弹性 在线性状况 也就是在弹性变形 小变形的时候 它才能够适用 否则的话superposition 尤其是在弹性力学里面 因为是大变形 superposition理论是绝对不能用的 这个同学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谈到 有关能量跟弹性的一些相关的定理 各位这边看的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在第四章当初谈到 那个硬力跟硬变关系式的时候 就有推导的 而这个式子里面就是我们讲的 U本身是一个位移 Sigma N Sigma N跟B等于是外力 OK Sigma N跟B等于是外力 然后右边硬变跟硬变 但各位 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一下是一件事情 你们可以再回去翻一下第四章 这个地你在推导的时候 我们有用到就是Sigma Sigma I 阶跟这个B 等号右边的Sigma I 阶跟B 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它要满足Sigma I 阶 I 阶加B I 阶等于0 OK Sigma I 阶 阶 就要满足平衡方程式 所以Sigma I 阶跟B是有关的 而这个U跟硬变也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定义是线性变形 所以Sigma I 阶等于2分之1的Ui 阶 U 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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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个式子里面 在推导的时候 我们没有用到英零应变的关系式 没有用到英零应变的关系式 各位可以回去翻 翻一下第四章 也就是说 如果 我现在是同一个物体 同一个物体 现在是同一个物体 OK 然后呢 同一个物体 针对 这个位移场 我们得到了一个Sigma I 阶 针对这个外力 我们得到了Sigma I 阶 然后 针对这一组外力 然后呢 我们有另外一组外力 比如说 我们把它叫做Sigma 这一个我们叫做Head 头 就Sigma I 阶 B I 阶 针对这个呢 我们得到了一组 Ui 跟Y 阶 也就是等于是说 这个U跟Epsilon 跟这边的B I 阶 Sigma Sigma I 阶 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 这个方程式 第一点我们想 这个方程式照样成立 这个方程式照样成立 你们回去仔细的再看一下 我们第四章推导这个事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Sigma 跟Epsilon之间的材料那个关系 所以这个里面 公司里面 这三个是一组 这个一定是同一个题的 弓箭一定要一样 我只是说 这个外力 这个一定是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个是因为这个外力而出现的 但这里面呢 我不管它原来外力给是多少 只要我的应变 跟位移是满足这个式子就OK 这个式子照样成立 这是第一点 先补充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也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一段文字 你们只看这一段文字 是很tricky 我们写的是 UI是一个 admissible displacement field UI 我们讲的是UI 也就是说 所谓我们上礼拜讲过 admissible指的就是 它是连续函数 然后我们说 Yi接点1 2 UI接加U件 就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接着就谈到应力 应力呢 也是一个admissible的trace field 就是它可连续 而且它满足平衡方程式 我们整个上面这段话 就没有讲 因力跟因变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因力跟因变 不见得要有关系 我这个式子照样成立 这是第一点 有关这个公式 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然后在这个公式里面的 左边这一半 第一个 Sigma Ni Sigma Ni 然后是NJ UI Sigma Ni NJ就是指 Sigma IJ NI指的就是Sigma Ni 所以第一个 我们Sigma 乘上DS等于外力 再乘上U值等于公 所以左边第一个 因为Sigma IJ作用在N 是作用在表面上的 所以第一个 等于是作用在表面上的外力 对位移所做的公 这是第一个 这S 指的就是物体的表面积 第二个呢 是body force BI乘上DV 也等于外力 乘上Ui 也等于公 所以第二个 等号左边的 第二个体积分 就是body force 所做的公 所以要等号左边 合起来 就是外力 所做的公 因为我们的外力 就是 Sigma Ni 不要忘了 Cose is Formula 所以第一个 在积分式子里面 这个东西 实际上指的就是Sigma Ni 也就是Surface Traction 所以等号左边 就是等于 我们这边讲的 外力所做的公 等号右边 Sigma IJ Y IJ DV 那我们把它 Define 叫做Stress Walk OK 事实际上是属于 类人的变化 Internal Energy 那个是我们在第四章 有推导过的 那我们这一个小节 主要就是会谈一些 由这个公式 所引申出来的 一些定理 请说 哪一个第一项 你说第一个 顿号左边 第一个积分 是不是 一样 我们这边 应该是Sigma IJ NJ UI 是不是 那就对了 因为Sigma IJ 这是我刚才说的 Sigma IJ NJ 就是等于Sigma Ni 所以第一项 所以第一项的积分 意思是一样 你们仔细看 第一项积分 左边的第一项积分 里面的积分因子 Sigma IJ NJ UI 事实上也就是等于Sigma Ni UI 也等于所谓的Sigma N 等号左边的第一项的积分因子 我写的是这个 实际上也是这个 因为Sigma IJ NJ 就等于Sigma Ni 那这个就等于Sigma N DOT Sigma N 就是等于作用在表面上的 Surface Traction 这个就是所谓作用在表面上的外力 OK 然后我们整个合起来是DS S是面积 所以Sigma N乘上S 这个是硬力 所以硬力向量 乘上S就变成力 力在S 跟位移DOT就是功 力量DOT位移就是功 所以那就是左边的第一项式子 还没有疑问的 因为我们今天第二节 这个第二section 主要谈的就是这个公式 都跟这个公式有关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公式先弄清楚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公式里面 我的Sigma N可以是同一个题目 就是真正的答案 也可以是同一个物体 但是不同的两个边界条件 所导出来的答案 这个都适用 那等一下 这个观点我们等一下会产生一个反复定理 很有趣的一个定理 好 我们先来看 跟这个定理有关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位移 是一个钢体位移 而且我们说是一个很微小的 Infinitesimal 如果是个钢体位移 第一点我今天强调 为什么要强调是Infinitesimal 因为只有是属于微小位移 这个式子才会成立 你不要忘了大位移 这个是不对 当然钢体位移对应的是零 我们这边讲的就是微小位移 假定这是一个很微小的钢体位移 那刚刚那个式子 因为钢体位移对应的应变就是等于零 所以刚刚那个式子的等号右边会变成零 变成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OK 因为钢体位移所对应的应变等于零 好 然后 我们这边下面有一个 我们说法是 如果针对任何一组微小的钢体位移都等于零的话 也就是等于说 不管钢体 不管这个钢体位移多少是任何 什么样子形式的钢体位移 只要它是钢体位移 这个式子都成立 这是事实 那这个式子就会变成下面这两项 我们待会证明给各位看很容易 这个式子就会变成这两项 只要这个式子有优势钢体位移的话 是任何钢体位移 这个式子都成立的话 下面这两行就会成立 但是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两行代表什么 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是Sigma NDS的积分 面积分 加上BDV的体积分 Sigma NDS就代表是一个外力 BDV呢 B乘上DV也是力量 所以等号左边就变成一个力量 它等于零 不就代表 Summation Force等于零 就代表Summation Force等于零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 你们这边看 这边有个X X cross Sigma N 这边的X指的就是位置项链 你们在旁边补充一下 我们说的X 指的就是XIEI 就是这个 位置项链 所以你们看 最下面的这一行 等号那个左边的第一个积分 X cross Sigma N X cross Sigma NDS Sigma NDS就是一个像 那个力 就是一个Force 然后位置向 Cross Force就是R cross F 所以代表的是 Sigma NDS这个外力 对圆点的力矩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积分是 X cross BDV BDV也是一个外力 所以也是等于X cross 一个力量 所以代表Body Force 对圆点的Moment 所以这个式子 就是代表 所有的外力 对圆点的力矩 这边这个M 你们下面也许可以加一个下标O 反正这个是指的对圆点 所以第二个式子指的就是 所有的外力对圆点的力矩等于0 因此这两个式子就代表了 第一个式子 所有的外力何等于0 第二个式子 所有的外力对圆点的力矩等于0 那对你们来讲 听起来熟不熟 很熟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这个受到外力物体是平衡的时候 这个就是条件 那是你们在大一就学到的 近立学就学到的 一个受到外力的物体 事实上不管是不是钢体 它的平衡条件都是一样 那这个整个再合起来 我们先跟各位讲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等号左边是外力所做的功 所以我们整个先不要谈正名 只谈这堆话 整个整个的意思就告诉你 如果一个受力的那个弹性体 它的每一个针对它的任何形式的 微小的钢体位移 所对应的外力所对应的 都等于0的话 则作用在这钢体上的外力 何等于0 moment等于0 所以它是达到平衡 这句话听起来 像不像你们印象中的虚公原理 你们在学到谈近立学的时候 虚公原理讲的就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钢体所产生的 针对这个钢体的任何的 微小的虚位移 外力所做工都等于0的话 这个钢体就是平衡的 所以这句话事实上 就是你们在大近立学 学到的虚公原理 只是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虚公原理也可以引申到弹性体 也可以引申到弹性体 只是针对钢体位移所做的虚公 比较啰嗦而已 好 我们现在来证明 给各位看 这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成立 这两个一定成立 简单的跟各位看一下 首先回忆一下 你们在第二章所学到的 如果U是一个钢体位移 那我们说U可以写成U信号 加上一个C打信号 这是向量 C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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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向量 其中U信号跟C打信号 是一个常数向量 意思也是说 它的大小跟方向都不会变 它不是Fear的方式 它不是函数 它是一个常数向量 其中第一项我们已经讲了 第一项就是钢体的平移 第二项是钢体的旋转 代表钢体的旋转 C打信号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入刚刚前面这个式子的等号左边 所以我们会变成 然后把这两项分别拆开 我们变成了Sigma Sigma N DOT U 我们现在直接 刚刚要人问的 我们现在直接 把这一个就变成了Sigma N OK 原来写的Sigma I接N接Ui 我们就变成Sigma N DOT U 然后这个U等U型号 加上Sigma型号 XX 所以第一项是变成Sigma N DOT U 的面积分 然后呢 再加上Sigma N DOT 括号的C打信号 XX 的面积分 这个是Sigma N 所做的工 然后呢 再加上BodyForce B DOT U型号 以及加上B DOT C打信号 XX型号 首先第一项 第三项 都是DOT U 我们可以挑出来 所以变成了 这边的第一项 就是C打N的面积分 加上BodyForce体积分 括号 DOT U 第二项呢 我们给各位回顾一下 一个向量的观念 这项怎么来的 我们先看上一行的 第二个积分 本来写的是这个 本来我们里面 倒数第二行的第二个积分是 我们本来写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存量三重机 就是三个项量成在一起 但是结果是存量 这次进了这个DOT起来是存量 但是存量三重机 各位可能要回顾一下了 当初你们不管是在公述 还是在尽力学里面 都有学到 存量三重机 是可以互换的 它可以等于 换过来 X bar DOT 我就把这个搬到前面 变成这样子 也可以等于 把这个搬到前面 这是可以互换的 OK 原因是什么 这是可以证明的 证明方式是很简单 因为这三个 如果你把这三个项量 尾巴跟尾巴叠在一起 它可以形成一个 那个六面体 这个结果就是六面体的体积 也就是 如果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是Sigma N 这个是 这个是Sigma N 这个是X 这个是C打信号 事实上应该是 画在下面 一样的意思 不见得是 好像正方体 我只画了像正方体 这个不见得要 互相垂直的 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六面体的体积 那你六面的体积 你把这些边怎么换 它的体积是不会变的 所以 这些可以按照一个顺序换 事实上我顺序颠倒 也可以 只会插一个负号 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 顺序之过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可以变成这一项 同样道理 第四项呢 也可以变成 Sida信号 DOT X Clos B 所以 我们会得到了 最后这一行的第二项 是这样子出来的 这是一个存量三重机 本身的互换 你们在公述 跟近利学应该都有学到 反正你们现在可以 把它抄下来 省得到时候 你们看不懂 第二项是怎么来的 那到了这边就很单纯 因为我们说 这个四值等于零 必须要适应 任何钢体位移 所以 我现在就选一个 特别的钢体位移 这个钢体位移呢 就是第一个 Sida信号等于零 就是它没有 就只是平移 所以我们说 等一个I 这个I指的 就是一个Constant Vector OK 你就把它选E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等这边的第一项 第二项就等于零 第一项呢 就是变成 有一个向量 DOT 一个常数向量 等于零 你们知道 两个向量互相DOT 会等于零 只有两个可能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其中一个向量等于零 另外一个是 这两个向量互相垂直 那我当然可以使得 我选择这个向量I 跟我原来这个不垂直 所以结论就是 第一个向量 要等于零 Sigma N DS 加上BDV 要等于零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选择我的U信号 是那个U信号等于零 C打信号等于常数 我们就证明了第二个 所以这个定理还蛮容易证明的 那容易证明的 但是结论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虚工原理 Principal of Vectorwork 任何一个受力的弹性体 如果是在平衡 如果作用在这弹性体上的外力 对任何的微小钢体位移 都等于零的话 则作用在这钢体上的外力 何会等于零 外力对原点的力举 也会等于零 也就是说 这个物弹性体是平衡状态 事实上 我们这种跟我们讲 这个定理是 if and only if 弱且微弱 如果外力是物体平衡 钢体位移所对应的功 就会等于零 如果钢体位移所对应的功等于零 外力就会等于平衡 这个只告诉各位 虚工 你们在进入学上 学到的虚工原理 事实上在弹性体 照样适用 照样适用 OK 这是刚刚那个定理 外力所做的功 等于internal energy 等于我的内力变化 所以衍生出来的第一个 第一个定理 第二个 我们在第四章也跟各位谈过 如果物体是一个弹性体的话 我们的stress energy 这函子是U sub t 然后一个大括号 Epsilon 下面画两条线 表示这是张量 这个就代表了 这个弹性体 Solid的弹性体 Total Stress energy 前面的 Stress energy density 是代表每单位体积的应变能 这个就代表整个物体的 总共的应变能 那当然就是等于 我的应变的密度 对体积的积分 所以变成下面这个式子 二分之一的 CijKL ΑIJ ΑKL 然后DV 你记得仔细看这个式子 第一点 我们只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为什么 我们 第一点 我们写的是CijKL 代表 这个是个弹性体 是在线弹性范围 剩下的 我们用CijKL表示 表示这个不限于 等向性材料 Unisotropic 照样适用 因为我没有把等向性的公式 带进去 所以就是Unisotropic 这个式子照样适用 还有 我把CijKL 摆在积分里面 表示 如果材料 不是Homogeneous 材料不是Homogeneous 这个也照样适用 这个也照样适用 这个定义照样适用 这个是差别 如果我说材料是Homogeneous 你们知道 Homogeneous 其一性材料 也就代表 它的材料性质 跟位置无关 那 我就可以把CijKL 搬到积分外面 如果材料是Homogeneous 的话 就代表我的材料 系数 是一个常数 不是一个函数 我可以搬到积分外面 我们这边没有说是 我们只说是弹性体 没有说是Homogeneous 跟Isotropical 也就等于说 这个式子 针对 Nun Homogeneous Nun Isotropical 意思是一样的 我这边下标的T 是代表Total 这边Epsilon 指的就是 我的工资里面 都是以应变为主 这只是一个简写的符号 我不要老是写那么多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 就代表这个 我们前面上个礼拜 跟各位讲过 Superposition定理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应变人 听好 应变人 不能用Superposition 应变人 不能够用Superposition 比如我们讲的 假设我现在 同一个弹性体 受到两个不同的外力 产生两组应变 一个叫Epsilon IJ 一个叫Epsilon IJ HED 或者叫Epsilon KLHED 那我们这边讲的 Epsilon IJ 加上Epsilon IJHED 这两个应变 合起来的应变人 是等于单独的 Epsilon的应变人 加上Epsilon HED的应变人 还要加上 Epsilon IJ Epsilon KLHED 对体积的积分 有后面这一项 这个式子就是告诉我们 应变人 不能用Superposition定理 因为它 它合起来的应变人 是等于它单独应变人 还要多加上最后这一项 你们要特别注意 哪怕是弹性体 应变人不能够用Superposition 吸血 其实这是可以想得到的 你们从上面这个看 这个应变人不是线性函数 它是二分之一的 CIG KB Apsilon IJ 成Apsilon KL 就等于是应变人的 Apsilon的平方 所以它不是线性函数 因此你们可以期待 应变人 不能够相加的 这是各位要特别注意到 应变人 一般你们以前在学到 经理学的时候 你们都觉得工 好像可以任意相加 那是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线性的 但是我就特别提醒各位 应变人 因为本身不是线性函数 所以它不适用于Superposition定理 那这个 证明以前我们现在讲 这个观念 其实 这个其实可以想得到的 因为你们看 就算不要说是这个应变 就算两个实数我们也知道 A加B的平方 是等于A平方加B平方 加上了两倍的AB 这是你们很熟悉的公式 这个跟刚刚的 你们看不是一样吗 两个应变人 相加的 合起来平方 等于单独的平方 还要加我们这一项 就像这个 只要是平方向 它就不适合 Superposition 那这个的定理的证明呢 事实上是非常类似 所以我们看 一个是A 一个A 一个A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的 应变人 就是等于Aption IJ加 Aption Head 乘上Aption KL 加Aption KL Head 然后把这个展开来 变成这四项 第一项是Aption IJ 乘上Aption KL 第二项是Aption IJ Head 乘上Aption KL Head 第三项是Aption IJ 乘上Aption KL Head 第四个呢 都有那个C IJK 我没有练了 第四个是Aption IJ Head 乘上Aption KL Head 都有C IJK 所以 等号这个第一项 就是等于Aption的应变人 第二项 是等于Aption Head的应变人 所以我们有这两个 那后面这两项 就变成了这一个 OK 还是一样吧 后面的这两项 一个就是C IJ KL乘上Aption IJ Aption KL Head 加上呢 好 我们这边 我这边有稍微跳了一下下 二分之一不要看 它本来应该是 本来乘起来应该 积分因子里面 应该是变成这两个 可是 因为我们知道 C IJKL 是可以对调的 所以我这可以变成 C的KL IJ KL IJ 乘上 我可以先把它 先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呢 这一个 因为这个IJKL IJ 通通都是重复两次 所以我可以把KL换成IJ IJ换成KL 所以这个是 又变成C的IJKL 记得这个不是对 这个到这边是对调 这个到下面这一行人 是我把KL 换成IJ IJ换成KL 因为它们都是当米的 所以又变成C的IJKL 乘上Aption KL Head Aption IJ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一个跟这个 其实一直是一样 所以变成一样 二分之一就消掉 那就得到了 我们要的这个式子 就得到我们要 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本身要的 得到我们本身要的 这个结果 再讲了 这个就是告诉各位 这个就是告诉各位 第一点 应变人函数 不能够Superposition 然后 从我们这应变人的观念 那我们也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式子 外力所做的功 我们等号右边 本来写的 外力所做的功 本来是等于Sigma IJ Aption IJ DV 而如果是弹性体 这个就变成了C的IJ KL Aption KL乘上Aption IJ DV 而这个我们知道 那这个不就是等于 我们所讲的 我的应变人的两倍 所以外力所做的功 等于我们应变人的两倍 而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看 回忆一下 如果我们只谈到一维的 因力应变的曲线 假设这个Sigma IJ 这Aption IJ 在弹性范围 这就是我的因力应变曲线 一条直线 所以我的应变能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Sigma 乘上Aption 所以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应变能 那我刚刚讲的 Internal Work Sigma乘Aption 不就是这个乘这个 所以就是这一块 那这也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了 我这个Internal Energy 就是等于我应变人的两倍 以一维的来讲 就是这个简单的图形 下面的这句话 就是这个简单的图形 Space Work 就是等于我应变人的两倍 也就是说外力所做的功 等于我应变人的两倍 一样的意思 好 再来 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 听起来很神奇的 叫做Betis Reciproque Theory 背地反转定理 他的意思 就我们这边讲的 假设我现在是同一个工作阵 我看我用的符号是什么 黑的 我现在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工作阵 我先给他一组 我给他一组外力 得到了一组解答 然后呢 我再给他另外一组外力 我们说是黑的 得到另外一组解答 现在是同一个物体 两组外力 两组答案 然后你们现在看 下面这个式子 我们说这一整体的等号 这里面总有三个等号 这通通是成立的 通通相等 我们看第一组 第一组代表什么 第一组代表了 第一个等号 第一个等号的左边 意思就是说 第一组的外力 对第二组的位移 所做的功 这就是他的意思 第一组的外力 对第二组的位移 所做的功 等于第一组所得到的应力 跟对第二组的应变 所产生的这个 垂直沃克 也等于第二组的应力 对第一组的应变 所产生的垂直沃克 也等于第二组的外力 对第一组的位移 所做的功 这个就是所谓的 背地反转定理 如果说这个是成立的话 也就告诉你 同样的一个工作件 你虽然给了我两个 不同的边界条件 我所得出来的答案 事实上互相会有关系的 那这个定理有什么用 我们等一下举一个例子 这个定理用得好 在某方面很有帮助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用途 我们先来看这个定理的真实性 好 首先谈 第一个等号没有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这一节的第一页 所讲的功能 那就是我一开始特别强调的 这个公司里面 我的硬力 跟我的 就是我的这个 跟我的位移 不见得要有关系 所以第一个 像我们这么讲的 第一个等号 是很明显的 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等号 也是很明显的 那都等于是在第四章 就证明过了 我们现在唯一要证明的 只剩一件事 就是第二个等号 也就是 我们现在唯一要证明 只剩一个问题 只剩这一点 只要证明了这一个 只要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定理都是成立的 整个定理都是成立的 记得 这任何一个 等号左面要右边要 都是九个项相加 因为I接都分别重复 重复两次 所以是九个项相加 而这个证明呢 其实很简单 如下面我们这边 所看到的 Sigma I接 Aption I接 Head 可以等于 我们可以先把Sigma I接 换成C I接KL Aption KL 然后乘上 Aption KL乘上Aption I接 可是因为C I接KL 是对称的 所以可以变成C的KL I接 那如果我把C的KL I接 乘上Aption KL C的KL I接 不是 抱歉 C的KL I接 乘上我的Aption I接 那就变成了 那就变成了Sigma KL 所以就变成Sigma KL 那个Sigma 本身呢 我们就会变成Sigma KL 应该是说变成Sigma的KL Head 然后Sigma KL Head 乘上Aption KL 就等于Sigma I接 Head乘上Aption I接 那就得到我们的证明 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OK 直接 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 在我们讲这个定理的用处以前 你们先看这一句 证明了这一个 代表了什么意思 告诉你就是针对同一个弹性体 它在两个不同的边界条件 两个不同的受力状况之下 它分别所得到的应力应变 会满足这个式子 任何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的应力 跟第二个题目的应变 互相乘上去 就跟第二个题目的应力 跟第二个题目互相乘 结果是一样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观念 你们不能用这个来解 因为这什么呢 这就这样讲 这个等号主要两边 每一项都有九个项相加 而且合起来是十八个变 各有十八个变数 那不能当方程式来解的 但是这是一个观念 证明这个定理 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的定理里面 我们讲的in words 我们说就是讲的 第一组外力 对第二组位移所做的功 等于第二组外力 对第一组位移所做的功 那这个的定理有什么用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用一个例题来说明 它其实是一个定理 我们要说明的也是一个定理 首先我们先看 假设 我现在这个受力物体上 我不要先管它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我已经知道 它的位移量 所产生的应力 sigma head 就第二组的应力 就是等于德塔I接 等于一个单位 单位矩阵 等于德塔I接 那 我们先把这个带入 sigma head I接 乘上F型I接 会变什么 假定sigma head 是等于德塔I接 就德塔I接 乘上F型I接 那 这不就等于变成F型II 你们还记得 F型II是什么 三个正应变相加 事实上就代表 这个物体的单位体积的变化量 还记得 F型II在小变形的状况之下 就等于单位体积的变化量 那这整个积分起来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物体 受到外力以后 整个物体的体积变化 然后回到这个 Betis Recipital Theory 你们看它第一第二项 这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 如果 我知道 这个问题 这个物体 它对应的 硬力是这个 而从这个硬力 我解出来我的位移的话 就是假设我知道 UI Head的话 那这一项 就是等于这一个 而这项里面 你们仔细看 我的Sigma Ni 跟我的 Bi 可是已知 可是已知 所以 这边我们就告诉各位 如果 我知道UI Head UI Head是对应 这个硬力的位移 我算出UI Head的话 我只要知道 任何一个受力物体的 Sigma Ni 跟 Bi 这本来就是我知道的 我马上就可以算出 这个受力物体的 体积变化量 而不需要 我再强调 我不需要 单独去把它的 硬变给解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定理 任何一个 我们待会告诉各位 UI Head等于什么 基本上我只要知道 UI Head 因此 告诉各位 任何一个受力的弹性体 我只要知道 Sigma 它的外力 外力本来就是 我们会知道的 所以我不要真正解问题 如果你只是问我 体积变化 我马上积分 积给你 好不好 积分一回事 我马上就做得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背地反转定理的 一种用途 所以 它的用途就是 我们讲的是 两组不同 外力 如果 其中 假设有一组的外力 就是有一组 你可以自己定外力 自己找答案 但是它会跟 另外一个真正的题目 会扯上关系 就像这个例子所讲 会比较容易 你可能会得到 一些简化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 如果Sigma IJ 是等于德塔IJ 它所对应的 位移是什么 Sigma IJ Hate 等于德塔IJ 第一个 那是简单到 知道硬力 求位移是容易的 以这个单纯的行为来讲 你知道硬力 那硬变呢 因为是弹性体 Apio IJ 所以 假设这个是 等向性材料的话 这个要谈到是等向 不是等向性 那就比较啰嗦一点 假设这是等向性材料 我们就知道 Apio IJ 跟盈利是这个关系 如果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Sigma IJ 等于德塔IJ 带进去 这边有Sigma KK Sigma KK呢 就是等于德塔KK了 德塔KK记得 不是1 是等于3 所以Apio IJ 变成这个样子 等于3最后呢 我们Apio IJ 可以写成 因为这边是负的3view 这边有个正view 以减变2view 所以Apio IJ 变成1分之1减2view 这就是Apio IJ 所以如果硬力 张量是德塔IJ 我的硬变张量 事实上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concent 就等于1分之1减2view 不管是正应变 减应变 都是这个值 是个constant 假定是等向性材料的话 好 那我们又知道 应变等于2分之1的 UI,J加UJ,I 我们继续讲下去 以前 我们直接先 用特例来看 那 刚刚是通式 那如果我们只看 I跟J等于1的话 Apio IE等于什么 也是等于1分之1减2倍的mu 可是Apio IE我们知道 就是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是常数 所以我们知道 UI就等于1分之1减2view X1 然后加上钢体位移 没关系 加上这个东西 加上钢体位移 为什么我不直接写一个C 你不要忘了 这就是X1为分 这个我真正要写的话 这个我真正要写的话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要写成这样子 我真正要写 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记得 这个的一积分回来以后 第一项大家都没有问题 后面不要只写一个C 是错的 我再强调 后面只写一个C 是错的 你自然要加上这两项 因为这个 对X1为分 还是只等于它 而这个长处像是钢体位移 跟钢体位移有关 好 这个是U1 那同样的道理 U2U熟力不也是一样 也是等于这个1分之1整view 乘上X2或X3 加钢体位移 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 FII 我这边特别强调 这个I虽然重复 但是是分别代表 一个2 我特别说没有SUM 我上面加了两条线 也就是等于 F1或F2 F3 这样子微分出来 积分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的U1 那U2U熟力是类似的 U2U熟力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像已经找出来了 我这个U1U2U熟力 Head 就我这假想的位移 好 这是一组答案 因为我从SigmaI接来的 然后我们还要看 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真正的答案是这个 也就是我们要打到 相关边界条件要确认 如果没有相关的边界条件 会导出这个答案 因为我们是先猜硬力 那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哪一个问题 受到外力的时候 它的硬力就刚好等于 单位矩阵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边界条件 要找出来 第一点 我们先看 这个硬力 德塔I接 有没有满足 我的平衡方程式 因为我们是假设的 一定要先满足 那什么时候会满足 我们另外一个假设 假定这个题目 我们忽略Body Force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题目 你现在讨论问题 Body Force 是远小于外力 这是常常做的假设 在工程上 我们很多问题 常常会忽略到 它的重量 常常会忽略它的重量 因为一般来讲 一个弓箭的重量 常常比它所受到外力 要小很多 一般来讲 当然这也就是一个限制 也就等于是说 我们等一下 最后所得到结论里面 只适用于这个弹性体 它的Body Force忽略的时候 假定Body Force等于0 那很明显 我这个ΔIJ一定满足 Sigma IJ 加Bi等于0 那是很明显的 所以只要忽略Body Force 我这个硬力 符合我的平原方程式 那下一个 什么是我们的Surface Traction 那也很明显 Sigma N 等于Sigma IJ NJ 把Sigma IJ 等于ΔIJ 带进去 变成ΔIJ NJ 所以等于得NI 所以呢 这一次告诉你 只要我的Surface Traction 就是等于NI的话 那 这个编辑条件就合理 因此我们最后得到结论 如果有一个弹性体 它的Body Force等于0 Surface Traction是等于NI 那这个弹性体的解 就是 而且是Isotropical Material 我再强调 是等向性材料 那这个问题的解 就是这个 位移等于1分之1减的 两倍的View的X1 应变等于1分之1减两倍的View 应力就等于ΔIJ 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了 会有这样子的边界条件 跟这样子的解释存在的 那最后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 我们可以说 这个物体 如果受到的外力 是Sigma NI跟BI的话 它本身的体积变化 就等于Sigma NI乘上 我的位移量UI 也就1分1减2View的XI的面积分 加上BI乘上1分之1减2View的XI的体积分 记得 这个每一个积分都是三个相加 I等于加I等于加I等于3 所以这个定理 这个是一个定理 我说最下面这一行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针对任何一个弹性体 我们这边露了一句话就是 只要Body Force可以忽略 你们可以补一下 只要Body Force可以忽略 只要Body Force可以忽略 这个受到外力的弹性体的 整个的体积变化量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两个积分式得到 而不需要真正的去把 YI接给解出来 不要把YI接给解出来 这个等于是一个定理 这下面讲的是同样的意思 OK OK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这个第二个小结 这边我们是从外力所做的工 等于那个Internet Energy 那个积分式导出来的几个 一个是虚公原理 另外一个是提醒各位应变人 不能够Super%人 第三个是背地反转定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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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